社會消息帶您來關心 又是酒駕釀貨 凌晨在台中市 發生了自撞死亡車禍 21歲的江信男子 跟國小同學聚餐喝酒 喝得醉醺醺的 竟然還開車在大馬路上狂飆 最後自撞環中路的橋墩 護欄整輛車還騰空翻轉了兩圈 造成城內乘客送衣不治 駕駛自己一度命危 路旁捷徑系拍到 白色轎車高速通過路口 甚至還逆向開到對象車道 下一秒自撞橋墩 整輛車騰空轉了兩圈 才停下來 就連上千公斤重的 紐澤西護欄也被撞飛50公尺遠 因為我們剛直接騎過去 然後停到沈黎前 我們才爬到後來 車速有很快嗎 好像滿快的啦 翻兩圈 這一起自撞事故 發生在西豚區環中路 回想當時眼前看到的情況 民眾驚呼 根本是電影情節真實上演 趕緊潛出報警 轄區警校人員趕到 立即使用破壞器材 協助車內駕駛和乘客脫困 事故車輛嚴重扭曲變形 所有人小心翼翼 才將傷者救出 其中乘客持續生命跡象 經過醫院搶救 還是全告不治 21歲江姓駕駛和徐姓乘客 兩個人都是苗栗人 還是國小同窗好友 長大後一起從事工地粗工 31號凌晨聚餐喝酒後 居然還開車狂飆 那個路段是屬於 那個中止的路段 那可能駕駛不熟悉 道路的狀況 導致撞到 那個中止路口的 扭折西護者 酒後開車還在大馬路上 玩命狂飆 乘客不幸喪命 駕駛一度命危 經過醫院搶救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觀察中 幸好事發當時 沒有波及其他車輛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建立書宏洪建民陳吉傑 台中報導 魔法 拘捕 小 保安 小